对手号称怪棋魔,下的棋比较怪,你都没见过 这次王铁锤给他好好的上了一课 为啥呢呀,锤子走的棋比他走的棋还诡异 我们来看这本实战 红棋当头炮,这棋上马,红棋上马,给他出局 红棋他没有出局,选择了一个强挺三兵 看来呀,也是比较顾及的怪棋手 三不虎,平炮亮剧,就不让你出局了 红棋跳马,黑棋进足,红棋五八炮,炮八进四 黑棋上马,红棋摁住,黑棋出局,红的出局 走到这,黑棋老的招法呀,是走一手炮二进四,进炮风剧 那样的红棋就有一个打象将,你一吃象,他一吃炮 这样的白白的损失一个象 后来呀,黑棋都改进成啥呢,炮高二 这样你都不能打象了,人家用马保着炮呢,以后啊,再对足 这都是常见的变化 那黑棋就走怪招了,他不走这些流行变化 他补一手象 那红棋就进炮,不能容忍黑棋进炮把鞠封路 那黑棋呢,就顺势,平炮腰堆 红棋只能堆掉,黑棋吃掉 红棋再高鞠 准备啊,平鞠过来抓马,你一跳马,进鞠再捉 那黑棋呢,就收炮到视角 这样你再抓,他呀就跳个边马,踩你一手炮 红棋就不捉他了 选择了一手快马加鞭 虎视你的中足 黑棋呢,退一手炮 你要是踩掉,他给你踩掉 你打一将,他就再来一手给你对炮 红棋呢,就平去一桌 黑棋,你要跳正马吧 他被摁住了,前进无路 卑鄙无奈,跳个边马 红棋进鞠 再一桌,逼着让你捕手试 这样呢,以后啊,你就没有平中炮的棋了 但是你现在踩足,你再打过去可不带僵了 人家也可以不理你 跳进去 黑棋呢,点下路鞠 红棋打掉足 养护住这个三路线 他也是防止这个大兵啊 以后下敌,进敌或者平局吃相啥子 黑棋还是把鞭炮发过来 准备啊,展开一颗反击 红棋先补一手试 防止你平局过来扣马 那黑棋退局捉马 试探红棋的硬招 红棋呢,二话不说 就把中相踩了 黑棋飞掉 红棋呢,再把马一吃 这样呢,拐斥了一个象 黑棋打兵,打住象 红棋呢,忍让一手 黑棋进去捉兵 红棋进兵 黑棋给他飞掉 红棋呢,他没有选择用炮打 他选择用鞠尺 黑棋再落象 那你落象我不带僵 我也给你敲掉了 黑棋你要是踩掉这一吃 你剩巨双炮 人家剩巨马炮 还抓着你的这个单象 那肯定是不好 他不吃 他进去吃马 红棋呢,忍让 你不能飞向来拦 你飞向来 人家把你炮一吃 下一吃 他在一桌 红棋上马又一踩 黑棋浸泡一变 下一招还准备进去一江 你落石 杀石一江 来个一招致敌 红棋呢 就把马跳上去 不给你当这个炮架 黑棋平边炮 以后准备下敌 臭姜 红棋呢 置之不理 只管晚上上马 黑棋 浸泡 要来臭姜 红棋 知一手试 黑棋呢 就充足 你现在不能飞啊 打着鞠呢 红棋就进马 黑棋就下足 红棋 退炮 踩着炮呢 黑棋退一手 看着卧槽 红棋 回马踩相 黑棋来一将 红棋上帅 再来一将 你要是下帅 他就估计啊 就进足了 进足进足 就给你拼命了 红棋啊 来了一个御驾亲征 黑棋平足 下一招 准备 拱式来一将 红棋 就先占住这条泪 再来一将 我就出来 反而还借将助攻了 下一招 踩个相 就准备 双将绝杀 已经是把你将门给锁住了 黑棋呢 来不及动手 赶快退居 来捉马 红棋把相一踩 给其电个中鞠 下一招啊 吃兵一将 吃你的中泡 红棋 初帅必让 这招棋啊 是暗藏杀鸡 这个兵你敢不敢吃呢 你敢吃兵 那红棋啊 有个 纵鞠一将 你怎么办 你老将不能用老将吃 你也不能用试吃 你用试吃 双将 绝杀 你只能用马踩 马踩完之后呢 一个平炮 一样是个闷杀 你吃炮吃马都来不及 你平足一将 想让人家近中 带着将吃人家的炮 人家可以下来 你平足一将下来 你要是送鞠一将 马踩了 你又不能知识 知识的话 虫炮上 你说这奇妙不妙 他有这种手段 那他就选择来看 那我吃你的马 那红棋平炮 红棋平炮 你要是不砍炮 那下一招吧 就有一个送炮 你再砍就来不及了 你再踩 绝情铁门栓 黑棋一看 那就选择了一手高炮 这招炮一搞起来 红棋啊 又突出妙手了 连环动作 送鞠一将 只能踩掉 然后停炮 你刚才在这的时候 你还可以拦一下 你现在高起来 拦也拦不住了 眼睁睁的看着 人家一个炮下底闷上 这奇精彩不精彩 朋友们